大家好,一直招待大家一点时间 我们是来自于国医福威科技大学机械设计工程系的生物机械实验室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是一个 有关于人体松弛固态平台的测试系统跟结构设计 可是今天的报告是我们都会想要我们的主角教授是我们一起教授来的 首先呢,以下呢,是有关于今天的我们所要报告的一些内容大纲 只是我们就会先作与相关的文献回顾 接下来我们阅读完这些文献之后呢 我们会截取它们的优缺点进行寄到我们的结构设计 还有以及未来的步态测试系统的规划 首先呢,我们要在这里探讨一个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要针对于原体步态测试系统下去做设计 那究竟它有什么需求呢 目前呢,根据我们的研究显示呢 就是说,我们只是损伤病患呢 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另外呢,在国内外这一部分呢 我们都有物理治疗师缺乏的倾向 那我们希望呢 我们能够在有效人力资源里面 在有效人力资源里面呢 将我们的物理治疗师的功能呢 发挥到最大的良效 接下来呢,我们有看过于 世界一些顶尖大学他们所做的步态测试系统 那我们目前呢 我们所看到的步态测试系统呢 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有资计系统可以同时 提供我们的腿关节腿部 我们看到Rifond Level这套系统呢 它可以有效的帮我们将资料做分类管理 同时呢,我也可以知道说 我们在目前做步态测试象征里面呢 呃,我们每天若我们呢 他们所猜的技术项目有哪些 若有集中的定额在导致说 我们目前步态测试系统 朝的是这个方向 那技术点集中比较少了 我们可以去深入探讨说 我们适不适合朝这一部分去发展 或者是说 我们可以去深入研究 我们可以去深入研究说 我们在这个技术项目里面 需要改进些什么 那以下呢 是我们根据我们搜集到的一些文献 我们所做下的分析 目前的步态测试系统呢 总共分为以下这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主板控制形式 接下来是腿部控制形式 下一种形式是虚干控制形式 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主板控制形式 呃,以下呢 是来自于日本竹波大学的 步态测试系统 那这种系统呢 它的最大的参差就是说 它的定换呢 它所踩踏的平面是 是属于主板 主板形式的 那主板形式 它底下会控制 会透过一些 比如说像是 油压制动器 或者是 多自由度的灵感机构来做控制 它所采用的感测方式 大多为 第一个生物讯号 或者是用线性位移剂等等 然后来透过线性位移剂来 来资测 来 就是来感测说 让底下的平台做运动 那这种平台呢 它的优点是在于说 它可以提供 怀关节部件 而且它可以提供 因为底下是多自由度的平板 所以说 它可以提供坡度 或者是部阶 这一种路况模拟 但是它的缺点是在于说 对于腿部这一部分呢 它没有办法做正确性能 部态控制 那以下呢 接下来这一部分呢 是我们看到的 就是来自于其他实验室 所研发的肤态测试台 那以下这种测试台呢 它的最大推移就是在于说 我们病人它所采用的平面 是铝弹式的 是铝弹式的 然后在于病人的腿部的侧边呢 我们通常就会有外骨骼 辅助装置 来帮助人体做腿部的运动 那通常有一些部分的测试台 它会有加装水调系统 那这种形式呢 它有点就在于说 跟刚刚相反 它可以做腿部控制 但是在怀关节这一部分呢 因为它 因为底下是运动 是属于 预带式跑步机的形式 所以说 它在怀关节这一部分 它的所能够发挥的效果 是比较少的 第三种形式呢 是属于躯干控制形式 那躯干控制形式呢 它主要特色是说 在不影响人体步行的状态事项 可以提供病人一个 一个适当的重量支撑 那这个 这个为什么要提供这样 就是说 我可以让病人在行走的时候 可以不用 不用过多于负荷自己本身的重量 那这种机构 它的最大约就是在里头说 班重迅速 还有说 但是这一种呢 它在做 在做一部件描述当中 必须有物理治疗师陪伴 那我们实验室呢 目前是先不采用这一项设计 因为我们是目前是主动在于躺关节附件这里 以前呢 是我们要告诉各位说 我们看完这些 以上那些三种形式的 步态测试系统呢 我希望我们 我们在做测试系统 会有几个重要点的方向 第一个 我们希望能够设置一个步态测试系统 那这个测试系统呢 除了可以提供测量之外 也可以提供 提供一个步态附件的功能 另外它可以提供了 六个自由度的平板控制 还有它可以模拟 模拟不回整平面 或者是不接状态的步态能力 接下来就是说 这是我们所设计的步态测试能 可以是一个量测系统 以上呢 是我们目前呢 对于我们的步态测试能 所做的一个简单的概念设计 那我们的设计出发点呢 是来自于 是以十度化平台为设计出发点 底下呢 这十度化平台 它可以做六个自由度的 六个自由度的运动 那搭配十度化平台底下的线性滑轨 可以让我们的十度化平台 在水平方向做线性位移 这个线性位移 再搭配六个自由度的运动平台 可以让我的人体在 可以在模拟多种路况的时候 可以在原地行走 并且模拟多种路况 比如说斜坡等等的 那我们会加装实规皮带它的功能 主要是因为说 如果我要测试一个 相同步伐的状态的时候呢 我可以将 我可以将实规皮带安装上去 如果不需要 不需要 如果不需要测试相同步伐的话 实规皮带是设计很可拆卸式的 那以下呢 是我们针对我们的步态测试系统 所做的一个系统分化 首先呢 这是我们的步态测系统 我们所要量测对象的两种 第一种是正常的人 就是我们四肢线权的人 而第二种呢 可能是步态较优越的运动人 或者是脊椎损伤病患 透过这个双自由路的步态系统 可以模拟真实的步态 那我们实验室呢 目前是采用刚刚所设计的那一个 外骨骼辅助装置 我们期待在上肢的部分呢 我们是利用外骨骼辅助装置 来帮助行动不变的来处理 那底下怀关节的部分呢 我们则是采用我们所 我们则是采用史多亚平台 来帮助怀关节 怀关节附件 那透过我们附加在 透过我们附加在 在外骨骼系统上面的感测系统呢 我们会截取到 我们在人体在 适应各种不同路面的情况呢 所及我们会将物理参数截取下来 然后呢送到我们的例解资料库里面 技术比对 我们这里呢 的例行资料库 它来自在于说 我们受策者本身在之前 他有他所留下来的 布态附件的资料 还有以及正常能 他们的布态状况 然后接下来 我们会截取这些参数呢 透过 透过比较的方式呢 我们会将这个布态优越化 但是在校正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不会直接将 我们不会直接将病人的 布态直接照正到正常的状况 因为这个对病患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困难 接下来我们就将我们所截取到 已经校正过的参数在前提 我们这里我们期待说 我们所截取的物理参数有底下的质债 第一个是我们人体在布行 在不同的路面时候的布行隔击 还有在不同的路面底下 我的脚底压力变化是如何 以及我的布行速度加速度 还有我的辅助装置所做的力回馈 那再说出这一部分呢 我们期待说 我们在做这个系统的时候 我可以这套布态似的系统呢 我可以提供医生以及病患 可以让病患了解到说 自己的附件神像是到哪里 以及还有更加病患的核诊率 病患呢 我们也可以提供物料之一个 做一个后续的研究 还有追踪 还有辅助装置提供一个校正的资 以及呢 这个辅助装置我们一起 未来是说 希望可以提供一个 提供的抑制开发者 一个性能 辅助性能测试 那以下呢 是我最后一个简单节 就是说 我们目前所做的 我们目前对于 布态测系统手做的 手做的设计 那我们目前测试系统呢 我们目前完成的部分 是在于系统配置 以及机构设计的部分 那我们未来的部分呢 我们会朝着感测系统 还有一些普及教训 这一部分去努力 还有一集 就是说 我们在平板的第七轴 第七轴的 那个 第七轴的